这款表虽然被大家尊为表亡 但是也有表迷说 戴在手上跟炮楼似的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流行力 大面经典的康老师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我迫不及待要问一下 百代斐利 他跟德国手表 举个例子 朗格 他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您是怎么看待 这两个品牌 朗格的历史 概括成一个词 叫命运多舛 朗格德意志帝国时期 是皇家御用的钟表 然后在二战 德国战败 两德分裂以后 朗格家族的人 沃尔特朗格 到了西德 而他家族的工厂 就成了东德的一个 社会主义制标厂 然后这一段时间 朗格的产品 实际上是停顿的 我没有记错的话 叫GUB 格拉苏蒂联合制标厂 朗格的家族特色 那些工艺标准 反而不被执行 而是要大量的 为社会主义国家生产 急需的廉价的钟表 确实那会儿 GUB出的表相对是比较便宜的 以实用性为第一位的 在德国分裂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只是就是沃尔特朗格先生 在西德生活着 无法对朗格这个品牌 实物性的这种传承 那么直到这个1991年 两德统一 然后1994年 沃尔特朗格在很多 有好人师的协助下复兴了朗格 这个品牌 才有的现代朗格 朗格的历史 从这个18几几年算是一个开端 然后从1994年算又是一个开端 古朗格与现代朗格之间 大时代及战争的背景 导致的产品传承上的断档 但是因为瑞士是中立国家 瑞士没有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任何一次战争 甚至于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那年巴塞尔表展居然还是正常举办的 连奥运会都是停办的 巴塞尔表展是举办的 我想可能因为当时钟表战备物资吧 钟表二战的时候绝对是可以左右一场 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装备 所以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所以朗格经历了断档以后 在94年复兴的时候 我认为就是乌尔特朗格老先生本人 包括朗格表场内心都憋着一股劲 就是说我要重新回到制表行业的顶端 就是我要使出比百大菲力还要强 可能200%的力量 去做一个惊为天人的表款 于是大家看到了那么多 唯美的朗格的表款 换句话说 如果你只从这两个角度工艺打磨 去审视朗格的机芯和百大菲力的机芯 很容易觉得朗格的机芯 做的比百大菲力的机芯还要好 还要繁复 朗格喜欢用的黄金套筒 加三个蓝钢螺钉固定的这个方式 早年间是怀表上用的 那么朗格到今天依然全系坚持 所有的手表机芯 就是用这个黄金套筒 加蓝钢螺钉 费时费力的这套工艺 所以它执行的工艺的标准 比百大菲力要复杂要难 刚才你说的那个打磨和做工 黄金套筒和蓝钢螺钉固定这个方式 应该属于比如说做工方面的 关于打磨上的话 它这个朗格跟这个百大菲力 它们之间有差距吗 我觉得在那个日内瓦条纹上的区别 并不是很大 因为朗格也是打那个日内瓦条纹的 像水波纹一样的是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朗格有两个百大菲力不太有的东西 一个就是百轮加蓝的手工雕画 还有一个就是额镜视为一条 因为那个额镜也要进行镜面的打磨 怎么样总结这个百大菲力跟朗格这个区别呢 我觉得这个百大菲力更好的体现的是一个不间断性传承性 以及就是油烦极简的这个过程 百大菲力并不强调说我一定要把表做的有多复杂 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品牌出的超级复杂的表 都比百大菲力的表要复杂 比如说像暴时功能的表 四黄四锤的表款其实并不少 但是百大菲力做到点就只做三根黄 百大菲力并不强调要打出四黄四锤 也就是那个西敏斯报时的那个钟声 为什么因为百大菲力一直要强调表的一个整体的美感 太厚到一定的程度 它的美感就会丧失 那么百大菲力最后的表 我觉得就是那个6002正面是万年里 然后背面又天象图什么的 那个已经是一个基础基心叠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6002这款表虽然被大家尊为表亡 但是也有这个表迷说呆在手上跟炮楼似的 就是那块表已经厚到了一定程度 有一点点违背百大菲力的美食的价值 所以在百大菲力的产品上 能够找到很多明练美的这种标志 不知道听了康老师的回答 你得到你的答案了吗 没关系 最终于你可以细细的品味 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欢迎继续留言 我们还想办法把康老师找回来 给大家解答 谢谢康老师 谢谢 B站的朋友一键三连 其他平台的朋友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互动 YouTube的朋友订阅我们的账号 谢谢 再见